桃園市在3号传出及时确诊 并传染给就读北科复工的儿子 桃園市政府在当天就宣布二级警戒强化 并且在4号的防疫会议中宣告 医院跟长照机构暂停访试一周 并且全面停办中秋活动 烤肉区也不开放 居家烤肉不算违规 但是避免这个大规模的群聚 仍然是重点 虽然是在家里 有些家里邀请了非常多朋友来 如果超过室内50 户外100 仍然算是违规 但是这个部分我们会试疫情的情况 来做规范 目前桃園市的决定就是 中秋节的大型的活动就全部取消 烤肉区包括公园 包括风景区就不开放 另外这几个月 全台都在进行疫苗接种作业 各县市的疫苗覆盖率也在陆续提升 不过市长 感染的事件非常多 那打过疫苗所谓的保护力是确保 发生重症或死亡的比例降低 桃園市二级警戒强化到9月9号 卖场也要加强人流管控 集会活动人数也限缩到 室内50 室外100人的限制 中秋节活动全面停办 但民众居家烤肉并没有禁止 也请大家务必配合防疫的相关规定 记得来为一头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